再找另一半 陶大姐就一个要求 找个性格好 知疼知热的 那林大哥会是那个人吗 带着这个疑问 弘扬领着林大哥 来到了陶大姐家 你好你好 爸 林昕华 陶雅琴 请你请你 太小了 个奶 嗯 除了个奶 除了个奶呗 但是人还一般人 咱们就个小 人挺干净的 一说还行 嗯 有点一块 嗯 还行 有点一块 行 嗯 行 还不像爷老头儿乐乐特特的 还挺来厉害的 还行 进屋里 进屋里坐这坐这来坐这 不用脱鞋 不用不用 脱下鞋 这多少瓶50 不到50瓶 哦 嗯 好像48.77 不到50瓶 嗯 这小厨房 然后中间这是个小餐厅 进屋卧室 她这厨房 我看我的厨房 看我的厨房 看我的厨房 这是小的 哦 这是小的 这是小的 这是厨房 嗯 嗯 收拾的龟哥就约了 刚约约了 嗯 媳妇出发还不小哈 这都是新房 那个房子 呼吸住的房子是我儿子的 嗯 跟儿子的住 哦 对 反正 她在天委住呢 是我自己的住 但房子是我儿子的 没房 没房 那你原先都没房子 啥房子 原来就没房 那你自己的一辈子打的 没个窝呢 你啊 你要说这没招 现在是 她没有房子 那个 这儿一出去 那得隐患呢 这要没 这要俩人到一起的话 更大岁数 没房 这房的时候 我这俩人四处 俩人走啊 租房子租啊 租不定所呀 那那也不行 对于林大哥 陶大姐倒是庭永远员 但林大哥没房这事 却是个问题 也让她很没安全感 那房子的事 会成为阻碍两个人 亲手的关键所在吗 关键是她没房啊 没房那不行啊 这这么大岁数了 以后再出去 把两口的厨房租下 有什么有啊 特别是想现在 我们的到岁数人 闭窝呢 是最安全的 是对 每个窝 公安西宝 都安全 没安全感 对对对 哪怕自己是想 我这四个窝 是你自己是心里塌 对对对 眼看着这次相亲 即将要因为房子的事 而终结 红娘这心里啊 着实是挺着急的 要说在林大哥这些年 没买上房 也是事出有因 情有可原 所以红娘决定啊 这边再帮林大哥说说话 争取一下 但是咱们说 姐 你说儿子那块俩房子 这儿子是大哥一手寄过大的 结婚啥的都是大哥 大哥为啥没买房子 不就是说为了让儿子结婚 能有钱结婚啥的 所以才那时候没着急买这个房子 把儿子一手拉不大了 儿子现在又拉房子 能让老爹说到老那天没有爹身住吗 那不可能 大哥是写思念 我多给儿子 就多帮衬帮衬 少给他点压力 他自己能过得更好 父母都那样 都想帮他儿子 都那样 听到林大哥这些年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 陶大姐也回想起了自己那些年的不容易 感同身受的同时 也开始对林大哥更添了些许的好感 说那五号楼 十一楼有老头 也就是 去十一月份吧 跟那十一楼跳楼 跳楼就再次了 啊 跳楼了 他也是找了后老伴 儿子是儿子 和媳妇听不是东西 经常拿要头要钱要啥的 就像他儿子要把他老太连走 儿子过了多少年了 你爹在大母亲儿子压得不满了 啥不是人的 那你儿子住呀 你儿子 我心中住我住 拿大把我家的 我儿子不敢 我就一句话他人生的都不敢回 你还那压子住的差还行 你压不住能行 他接你是爹 哎呀妈 现在的儿子哪是爹不爹 那不还要家调 这块多少年了 但是教育好了 还是别儿子得行两个话 还要家调 这门人 我看他说话上 有点像一家之主 当起家的样子 他有点像当着汉式 也不像是当起家 做不起主的人 你必须当起家呀 你打一棒子压口屁了 他说儿女来做啥的 你不替我 讲话 挣了说话钱 你是当我 我给你多招罪呀 陶大姐说 抛开房子的事不说 这林大哥的性格 有点那个当家做主的意思 自己真是越来越喜欢呢 那人喜欢了 回过头来再说说林大哥 没房这事 陶大姐到底能不能接受呢 你看啊 我是这么幸福的 首先 那人说姐这套 这不有这么一个公租房吗 这公租房说 要是说 他政府不往里收 老两口在这房子里 这小房子生活 其实不成问题 那倒是 是不是 挺好的 但是说要是有一天 这房子要是说 真不让他住了 那也有可能存在这种问题 收回来 要在老两口的 不是说没地方住 说儿子那块 大哥儿子那块两套房 然后呢 就是说再不寄 儿子那咱不住 咱那个啥 上是叫大哥说 烧锅店那边 有很多那种房 关键这个房子 不是你自己的医院 这是俩人的医院 你愿不愿意去 愿愿跟你走 这不合你 你不愿意到这儿了 这俩人真要建设好的话 你能送哪去给你的 能送哪去给你的 能不能送你 是不是 没房子 那能跟着住 到时候 只要俩人出的好的话 那到哪去 不是说没的事的 要是不让住那一天 租房子的话 你说你这块 能真的能跟他一起租房子 那能 这俩在一起 就在那边跟着住 真的跟着住 我真的只是住 俩人真要好的话 他真心对着我的话 咱去找后面生 有人偷我 哎呀 我也想找那么个人 对不对 看得出来 陶大姐是真听乡中 曾林大哥的 只要两个人好 租房子也认了 陶大姐这敢爱敢当的性格 是真招人喜欢呢 但就在红娘以为两个人终于可以牵手的时候 林大哥这边又提出了个想法 也让这场相亲瞬间终结了 我找的就是俩人工资合了一起 别你 你花你 我花我呢 找的还不如自己过自己的 我说一次还有个小话是 就是说 想把俩人工资放到一块儿活 今天也让我单独跟你说说对 你本身你没房子住了 这你老还放一块儿花 你家里过日子你不拿钱 那样事的话我绝对不同意 那绝对不行 陶大姐觉得没房他能接受 但工资放在一起花这事儿啊 绝对不行 而林大哥这边觉得 两口子过日子 钱就得放在一起 所以两人在这个问题上 最后也还是没能达成一致 你找路找到进去 我得祝你找到幸福啊 都互相祝福一下 再问问婶儿吧 问婶儿 告个别吧 哈哈哈